因照顾华仔心力交瘁,低调现身廉价美容院,网友,天王嫂让人敬重。 3月13日,香港媒体爆料,朱丽倩精心照顾华仔的同时,还有兼顾女儿和家里的老人,有些事都是亲自去做,亲自来照顾。 长期的劳累导致朱丽倩比较沧桑,面部浮肿,看著非常显老,在娱乐圈中51岁应该是美丽不减,精神焕发,但是朱丽倩看起来憔悴了很多。 朱丽倩如今51岁了,作为天王的夫人,很多人都以为天王嫂应该正是美严,高贵大气。 然而朱丽倩并不是大家想的那样。 她低调实在,贤惠温柔,不少网友为之点赞。 不少网友留言,天王嫂真的让人敬重。 天王嫂就是一个女神,女人的楷模。 也许看到如今的朱丽倩都以为她年轻时候并不漂亮,其实天王嫂年轻的时候,绝对是倾国倾城的美女。 据网上资料,当年朱丽倩曾公开自己的偶像就是刘德华。 以后要找老公就找刘德华这样的美男子。 结果缘分让二人在一起了,2008年二人结婚,华仔为了保护朱丽倩,对外界保密自己的婚姻情况,当然天王嫂就这样默默地在家做全职太太。 虽然朱丽倩贵为天王嫂,家产无数,但是她低调的和老百姓一样,媒体报道,3月13日,天王嫂现身某个廉价美容院,做美容。 作为吃瓜群众。 我们都认为,朱丽倩做美容,正常应该去大型、高级的美容机构,而不应该去平常的美容院。 很多人不理解,想不到天王嫂如此的低调形式。 另外让网友想不到的事情还有,朱丽倩和华仔一向是吃素,这些素食食材都是天王嫂亲自去购买。 据爆料,她经常关顾一家有机食品商店。 而且是在商店过活动打折的时候去。 并且购买的都是普通的素食干活,并没有购买燕窩之类的高档食材。 如此节俭的天王嫂真的让人称赞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